大家好 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三 逢星期三我都要早上去TVP做節目 所以一早的視頻我是做不到的 好了,先看看大視線 技術上、形態上仍然是疲弱 指數今早先低開192點到25,311 之後進一步跌到25,131點才止步 這分鐘相對近來收市急跌了371點 可能由於近日累積的跌幅比較多 多數都有投機性的短炒反彈 所以市是曾經輕輕反彈到25,411點 但仍然跌近91點 直至到現在這一刻大概11點半 今早的市暫時都是反覆不明 好了,現在大家要留意 其實由昨天的收市指數計 大市已經跌穿了所有平均移動線 而最接近現指的移動線 就是20天線 現在已經跌到25,718點 其他移動線全部在上面 只看移動線的鋪排 老實說,大市處於一個反覆育市底的格高 所說的底應該就是7月27日的低位 24,748點 和8月20日的低位24,581點 所組成一個小雙低 這是很關鍵的 因為今年全年的低位 直到這一分鐘 就是8月20日的低位24,581點 一旦失手,不用說 市便會逐步向下賺今年的新低 不過這是後話 首先要看看 由於大市去到現水平來說 相對今月的高位是 8日的26,560點 而低位是今早的25,131點 今個月的波幅已經有1,429點 說真的,1,429點的波幅不算少 問題就是一個月的高低位 在一般情況下 是不會在六個交易天之內出現的 很簡單 如果8日出現今個月的高位 只要先高後低的形態不變的話 今個月的低位很大機會 在20日正在阻止 換句話來說 後續市仍然有一個進一步下降 或者進一步沉 今個月的低位的機會 當之 最關鍵就是25,000點的心理關口 一旦失手,不用說了 大家便擔心會是底的 大事不明是大家已經知道 也不是今天才說的 今天一眾的博彩股 全部都跌至四個朝鮮 銀魚剛才納納眼,最低跌至四十元 至於金沙、中國、美高梅、秉里等 全部都大跌 為何會這樣跌呢? 就是澳門政府提議 修改博彩化 市場的反應一定是負面 因為現在人心已經虛脅了 如果你有什麼政策出來 只要大家想想 又有金剛菇又再出來緊奏 你扔我扔市 必然就是正常的反應 因為市本身就是弱 所以你說今天博彩股 是否有少許過敏 我覺得是有少許過敏 銀魚昨天差不多收四十九元 今天去到四十元 一跌就差不多九元 你說成二十個巴仙 只是資訊 都未去到真正推出 你估計已經這樣跌 你說市場是否過敏 最終有三種衍生工具 給大家參考 第一隻是比亞迪 直到這一分鐘 比亞迪股價仍是強勢 剛才納納眼今早走在二百六十五元 到二百五十六元之間 反正都在二百五十元樓上 這隻牛仔是五五一四五 他的收回價是二百三十五元零八仙 五百對一 提供給大家參考 騰訊又怎樣 其實今早成早都在四百六十四 到四百五十八之間走來走去 西頭早還是反覆大縣 如果想拼反彈 有隻牛仔五九六八一 收回價是四百一十九個二 是五百對一 至於大市來到這分鐘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拼反彈 如果真的想拼反彈 有隻牛仔給大家參考一下 六零八零六 收回價是二萬四千七百 一萬二千五百對一 講清楚 相關的資料只是提供參考 做不做 大家要先看清楚 請問一下 請問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一千九百對一 會得到嗎 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